以色列F16机背和两侧都有宝型油箱 很多普通人对战机的内部油箱设计一直不清楚 总担心战机的油箱一旦被打破 油漏光了怎么办 一架战机也就十多米长 装完发动机电子设备还有多少空间可以装油 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军事小常识 F18的内部油箱红色区域战斗机的油箱 一般由机身的主油箱与机翼锤尾等辅助油箱组成 每种飞机因为尺寸内部电子设备安装差异 机体结构差异 而造成机内的油箱分布不尽相同 其中舰载机是受影响最大的一种 因为舰载机的机翼需要折叠 造成机翼有二分之一的地方 不能安装油箱 白白浪费了宝贵的燃油空间 而采用全动锤尾的歼20 YF23苏武时期 为了保证船动轴的牢靠 很可能放弃了在锤尾设计油箱 而尖10F22 尖20这样拥有大三角翼的飞机 机翼油箱就要比F16这样的梯形翼大的多 在供油时 都是由集体的主油箱给发动机供油 而其他部位的辅助油箱 则通过油泵将燃油补充到主油箱内部 米格29-3T的驼尾油箱 而许多战机在后续改建时 也会想方设法地增加战机的内部燃油箱 比如米格29-3T和以色列定制F16 专门在机背设计了一个突起的宝型油箱 这让米格29-3T的最大航程 达到了苏27的三分之二 摆脱了机场保卫者的恶名 但是代价就是影响了气动外形 造成机动性降低 苏35的内部油箱分布 黄色区域 而苏35则是通过改进 取消了苏27的背部减速板 将这个位置改为油箱 多种改进苏35的内部燃油 达到了11吨的恐怖 F22内部油箱分布 蓝色区域 而F22的油箱设计 则反映出美国恐怖的技术实力 F22在机体远小于苏27 且要容纳内部弹仓的情况下 通过先进的航电设备 基层节约空间 为F22设计出高达8.8吨的内部燃油箱 这已经达到了苏27的内油标准 这也是F22设计最为先进的地方 巨大的内部燃油 让F22即便使用F119这样的高油耗发动机 依然拥有800公里的作战半径 包含15分钟的超音速巡航 现代航空燃油可能被明火 我已然可以看出 其实战斗机就是个空中空中油库 而飞行员坐在一个随时有可能爆炸的油库上 可想起心理压力有多大 其实在战场上飞机油箱被击破了 也不会引起火灾或爆炸 现代航空燃油的挥发性极低 普通的明火根本点燃不了航空燃油 这点也在国外科普节目 重现灾难现场得到了现场验证 并且从二战开始 人类就为战机的设计了带有橡胶的自封闭油箱 能在油箱出现破口后利用橡胶的弹性 自动填补缺口防止漏油 而现在科研人员更是设计了巨安指泡沫填充物 来阻止油箱爆炸 所以说除非整个机身大面积裂开 战机基本不会出现油箱被击破后爆炸的场景